本期视频简单分析最近的军事科技新闻 霹雳时期 江南大连造船厂同时开工10万吨级航母 上海微电子的28纳米浸润式光刻机量产 亲戚的工厂 中国汽车出口第一 28纳米浸润式光刻机 上海微电子集团的最大股东张江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9日 在集团微信公众号你好张江发文称 上海微电子已成功研制出28纳米光刻机 注意这是量产型 不是实验样机 中国在2006年立项后13年的努力 2019年工程样机造出 经过4年的调试 然后于2023年底正式量产 进入厂家产品线使用 下面是快速光刻机梳理时间线 2006年02专项立项 2019年11月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大年说 中国现在已经有了28纳米的光刻机 这是一台实验样机 2020年90纳米干式光刻机量产 2021年上海微电子28纳米 浸润式光刻机没有通过02专项验收 2022年解决掉卡脖子光山精度 通过02专项验收 尽管零部件美国没有制裁 中国还是决定推迟上市 零部件全部国产化 2023年3月 全国产28纳米浸润式光刻机 组装完成进入厂家 试用生产线调试 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调试改进 2023年底 根据第一台是运行改进的 第二台全国产改进型 28纳米浸润式光刻机生产完成 进入厂家正式生产线 这台浸润式光刻机技术水平 相当于阿斯迈没有禁运的1980D 而之上的型号到2100按 唯一的区别就是 双公台精度和速度 型号改进 已然不存在关键技术难题 17个年头的努力 28纳米浸润式光刻机 终于修成正果 赶在2023年底 大批量的阿斯迈进货 加上以后上海微电子的产能 28纳米浸润式光刻机国产化 也能保证日和断供维修后 中国能逐步替代进口光刻机 至少在成熟制程 会保证国内蓬勃发展的芯片需求 28纳米制程 新能源车 民用电器需求巨大 占据中国80%的芯片总量 如果不能国产化 美国制裁的就是这个制程 国产化后 美国考虑的却是给这个制程加税 防止中国价格低质量好的芯片 击垮自己的产业 不出两年 或许美国要考虑给14纳米 7纳米加税了 因为中国正逐步把这个两个制程设备国产化 中国汽车出口第一 曾经 中国的汽车工业被给予了如此多的厚望 从没有被如此多的人嘲讽过 一直被作为引进技术失败的典型 作为反面教材 就是在五年前三年前 即使最大胆的预测 也没有人敢想象中国汽车出口量 会超过德国日本达到世界第一 没有人会想到中国汽车工业如此快的翻盘 中国国产汽车从全用三菱发动机到如今 不过是20年的时间 尽管有俄乌电动车换到超车因素 但是纯燃油车近400万的出口量 也说明中国的燃油车出口也是世界领先 十年前 我还记得亲戚开的一辆二手国产车 几万块钱 我一拉就把把手拉断 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 供中国汽车厂家试错 吸取经验 然后超越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国内三线城市的车展 四年前同一个地方也参加了 进步真是肉眼可见 国内设计的车非常的大气 宽敞 天窗 360度雷达 360度摄像头 大触摸屏 或者三块大屏幕 内饰豪华 在很多细节方面 比如接风处理 旱点 内饰连接处 后备箱 底盘 非常的精细 处理得很用心 基本三四万美元左右的新能源车 完全超过西方八万美元以上的车配置 甚至感觉不是一个维度 因为西方的商业方式是给你一个减配 然后让你加钱购买更多配置 中国人的思维是 这些都不要钱 统统加上 所以基本配置都要超过国外的顶级配置 大家还都记得以前买个喷墨打印机几十美元 然后单独买线 二十美元 以后换墨盒 又几十美元 中国买打印机 现都是免费的 我几年前买的BMWX3 美国产 基本配置没有导航 没有触摸屏 没有360度雷达 只有个后置摄像头是标配 其做工处理 基本是国内现在十万左右人民币车的水平 车门处理 后备箱等非常的粗糙 如果国外没有贸易保护 公平竞争的话 中国产车横扫全世界 早晚是时间问题 亲戚的工厂 近20年 中国几乎在所有的工业领域 都做到了前五甚至前三 这保障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基本都是西方企业 由于人力成本优势投资的加工厂 本地企业没有技术优势 一旦外资 跑到其他工资更低的地方 于是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之所以提亲戚的工厂 因为它代表了中国这些 攻克一个个皇冠上的明珠 代表中国无数企业的缩影 亲戚的行业是制造业 比较小众 一年全中国就100台的需求 一台价格在50万美元 至100万美元 纯民用 不受美国制裁 五年前创业 那个时候 这个行业90% 都是外国品牌控制 亲朋对他45岁以后 还创业担忧 但是他依然辞职 不出三年 他和他的同行们一起 把国产品牌 做到占据市场90% 他自己近两年做到全国第一 已经开始逐步开拓欧美市场 正是中国有这些无数的不服输 不服外国技术的企业 中国才把所谓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 一个个摘下 我冥思苦想了十多分钟 竟然想不出一个行业 中国没有做到中高端的 只剩下一些小精的行业了 比如UV光刻胶 打火机电片 这些行业市场小 中国不是不追赶 只是精力先放在大的方向上 一些小的方向 比如几年前舆论造势 把圆珠笔芯给解决了高铁螺丝 我亲戚的工厂 光刻胶等这些比光刻机 顿购机 LNG船难度低多了 中国早晚会逐步解决的 霹雳时期 新的导弹危机 以往美国导弹水平 领先中国半个世纪 中国和前苏联 都是依靠复制获得的 美国导弹的残骸 来开发自己的导弹 美国N9L和N120A近距核中距 配合数十年无敌手 也导致美国开始固步自封 停步不前 90年到后 美国失去对手 很多技术停滞不前 飞机发动机 飞机导弹技术 甚至走了歪路 比如E737预警机 滨海战斗舰 朱姆沃尔特巡洋舰 很多科研人员流失 导致高科技项目失败 比如高超音速导弹 电磁炮 2005年 中国空军的霹雳 巴赫霹雳 12空空导弹的组合 终于勉强追得上 美国N9L和N120A导弹 2015年左右 中国航空工业的霹雳 15空空导弹问世 这是一款射程200公里的 超远程空空导弹 主动雷达导引头 配合北斗卫星导航 和贯导系统 以及先进数据链 在导弹射程上 几乎毫无争议地 碾压了美国小巧玲珑的N120 双方的导弹射程差距 从60至80公里不等 几乎差了一倍 霹雳10加上霹雳15的组合 则彻底超越了美国N9X和N120C 这就是新时代的新趋势 进而可以推断 中国的导弹射程远超美国 为了配合导弹 发挥极限性能 中国的配套基在火控雷达性能 也得比美国更强 必须看得更远 从这个角度来说 霹雳12导弹 70至80公里的导弹射程 最少需要100至120公里的雷达 有效探测距离 而霹雳15的射程 雷达探测距离 最少应该达到250公里 这就是一个 让美国感受到极大压力的数据 曾经核实 中国间 10雷达最早的一个版本 探测距离只要求50公里 就这么个距离 还是比俄罗斯人的体积 巨大的一吨重的N001强多了 俄罗斯的N001当时 技术指标天花乱坠 2015年发生的 据说是泰军的JAS-39C 英诗战斗机 击败中国苏27SK型战斗机的 英机2015联合军演 N001在泰国终于暴露了 面对三平方米反射面地 英诗战斗机 稳定截获距离 只有30至35公里 实际和英诗空战 就要被击落两次 50公里之外一次 30公里之内第二次 正常来说 当时俄罗斯的苏27 面对90年代的英诗战斗机 几乎毫无胜算 中国对俄罗斯装备 心里有数 空气动力 设计一流 电子设备没流 机缘巧合 战斗机换成中国的电子设备后 变成世界一流的 中国间 10也顶多打个平手 如今间 10和中国苏27SK已经逐步退役 而GAF39C英诗 却依旧在很多国家抗大量 在之后的多次中泰军演 中国出动的战机 J-10C队泰国多次升级的 GAF39C英诗单方面碾压 2023年 兼16官宣 世界最强空空导弹霹雳 17面试 保守射程400公里 极限可能到500公里 甚至传说中的700公里 对手的预警机 加油机 电子战机 军用运输机 都在打击范围 就这个图来看 改弹采用了光感弹体 配合四个尾舵 这种气动布局 在正常空空导弹中很少见 但是在远程地空导弹上很常见 比如爱国者2 还有S300 S400 中国的红旗9 以及最新的红旗16F空空导弹 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是阻力小 适合高空远程飞行 中国这个导弹 更像是地空导弹上天 该导弹头部 还有个比较特殊的黄色窗口 可能是一款红外成像导引头 而尖端头部里面 有一款巨大的相控阵雷达导引头 该导弹面对敌人预警机 拥有主动和被动两种工作模式 被动模式作为隐身接近 主动模式 则是末端高精度攻击所必须 由于雷达导引头 天然具有容易被干扰的特性 所以该导弹采用了主被动雷达 加红外成像组合 将敌人干扰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导弹口径300毫米 长度5800毫米 和霹雳15的直径203毫米 长度4000毫米相比 按照原住体粗略计算 体积大约13 三倍 导弹的重量大约会有600千克 导弹射程稳居世界第一 超过美国还在开发中的N-260 N-260射程260公里 是为了压制200公里的 PL-15 2026年才会量产 结果中国PL-17出世 真是世道难料 美国开始追赶中国的技术了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导弹危机 导弹的头部可以看到一些窗口 还有透明的激光引信条 后面那个小圈 不确认是不是导弹侧推火箭发动机 用也可能 不用也问题不大 毕竟目前中国的相控阵雷达 和红外成像技术 可以保证空空导弹极高的瞄准精度 不用侧推这种麻烦设计 法国的米卡空空导弹 没有侧推发动机技术 打把时候也经常直接撞击目标 而中国的雷达技术 已经超越了法国一带 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实际上 盖导弹可能也是中国一款 对空和对地通用的反雷达导弹 盖弹在飞豹上也能挂载 最大的可能是有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对地 用于飞豹或者歼10C歼16 另外一种则是歼16专用 依靠15公里高空 1.5马赫的急速冲刺 远远投射出去 这种模式下 基本还得需要预警机支持 既在雷达 可以提供500公里左右的预警范围 中国大型的预警机空警2000 空警500和下一代空警3000 空警700 通过自身雷达扫描 还有本机的电子侦察设备 可以精确确定敌机位置和型号 通过数据链传送到歼16上 然后开始爬升加速投射 中间很长一段 由歼16或者预警机数据链 提供目标位置及时更新 霹雳时期的出现 对空模式则严重威胁到美国的预警机 加油机 电子战机 运输机 这些核心节点 打破了美国空军杀伤链 对地模式 可以快速摧毁敌人远方的地面预警雷达站 甚至后方作战支撑信息 燃油供应节点 导弹技术上 美国领先了中国半个多世纪 最近些年 被中国追平 开始大幅度反超 美国许多先进武器研发项目 长期止步不前 乌龟爬行 美国过去30年 由于独步天下 技术停止不见 还走了不少弯路 导致对手追上来了 很多项目 烧了几百亿美元 但是收效甚微 除了没有多少难度的500公里射程的远程精确 对地攻击导弹PRSM导弹成功之外 高端武器研发 尤其是多款高超导弹研发上 则是坎坷不断 AGM-183A滑翔导弹是射多次失败 经常卡住射不出去 射出去找不到目标 折腾多次被取消 而另外的双锥和超燃冲压型号也进展不顺 测试也出现失败 最后美国军事媒体不得不出来找借口 高超太贵 对作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不要迷信高超 作战不是靠一两款先进武器就能赢得的 这都是当年中国落后美国安慰自己的话 电磁炮也是 在电磁线圈炮和电磁轨道炮两个类别 美国取消了轨道炮 而中国两个项目全部成功 2023年7月 J20搭载涡扇15是非成功后 实现了1.8马赫超寻 美媒还有一些恨国党发文称 终于赶上美军30年前水平 这是事实 另外一个事实是 美国战斗机发动机 30年来技术没有任何提高 尽管F35的F119发动机推力巨大 这不是提高技术获得 是不思进取走 增加发动机寒道比进气量来取得 投机取巧 寒道比越大 推力越大 这都是一般人都知道的道理 寒道比太大 导致F35无法超音速巡航 F35不过是当年美国认为自己天下第一 对手都很弱的情况下设计的 一旦重回大国竞争 美国这30年设计的武器全部无效 因为战略思维就是错的 都是打小国的武器 而打小国也不佳 连阿富汗塔利班都打不上 F22是针对欧洲前线设计 只有500公里作战半径 机场保卫者 对付中国数千公里的战场 基本无用 美国的F22 F35这个组合开始失效 对于美国人而言 新一代战斗机在速度 航程还是隐身 必须全面超越歼20 这难度巨大 并且中国也启动了第六代战斗机研发 进度和美国不相上下 中国20多年的工业发展证明 物理定律在中国是一样的 东西都是人造的 不是神造的 一个高效的政府 加上勤劳的人民 中国没有理由不强大 一切都是那么快 我们刚一转身 中国已经崛起了 这是一个东欧某国的总理 向美国总统抱怨 怎么没有尽早遏制中国 他们规划设计开干 然后光的一下 完成了 这是一个美国NGO计划 林外合阻止金沙江上的 一个水电站建设 失败后发出的哀叹 市场 技术 资金 行业发展的先决要素 中国全部具备 中国企业先是和国内用户合作 不断改进试措 产品成熟后 得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 这是几乎所有国产制造成功的模式 华人文化圈特有的不屈不挠 加上勤奋谦虚好学 吃苦耐劳 可以说21世纪以后 和未来所有的新型产业 即使起步晚10年 中国议会快不赶上 坐到顶尖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